99块钱你买不了吃亏 99块钱你买不了商当 这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这两天正在奋力的吆喝他的NFT 嘿你别看还挺管用的 经过他这一交卖 他的NFT很快就冲到了OpenSea的榜首 我是华晓二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川普的NFT 前几天董王一直神神秘秘的说 美国需要一个超级英雄 并且在12月15号的时候 他有一个重磅的消息要宣布 在宣传视频中 他站在特朗普大厦前面摆出一个超酷的 类似超人的一个动作 双手撕开自己西装中衬衫 露出了这个红色的超人服 上面还印一个代表特朗普的一个字母记 双眼还速速的发出这种激光 扫射一切 当时川普在帖子中并没有说明是具体的什么消息 搞得这个拜登是紧张兮兮的 因为自己的小辫子被在川普手里 当看到川普只是发行一个NFT而已 拜登是送了一口气 然后呢 说自己也有几个重磅的消息发布 比如这个保证这个油价比年轻要低了 还要在亚利桑那州提供一万个高薪智慧等等 以此呢 来讽刺这个董王发行这个小儿科的NFT 也是蹭了一波流量 川普发行的NFT呢 以他的形象为基础 用不同的表情 不同的衣服 不同的造型 不同的背景 做成了不同的NFT 并且他有不同这种稀有度 类似他穿超人服这个 还有打篮球这个 模仿自由女神这个版本都是唯一的版本 他的稀有度和价值也是比较高的 那就凭借着董王的影响力和他的卖力的那种腰海 项目在发售当天就被抢购一空了 当天啊 他是妥妥的进账了400多万美金 在二级交易的市场上 也是屡创新高 在过去的24个小时之内 他的价格上涨了900%多 总的交易额呢 也是超过了无聊元 荣登了OpenSea的交易榜首 穿了头啊 也是进了各种的美思资 为了和这个NFT赋能啊 向持有者就获奖的一些机会 就比如和川普一起攻击晚餐 还要去他的私人度假村和他的见面 还有你可以带上你的小伙伴 和这个川普一起打高尔夫 并且还有机会获得他的签名照 和他一起开了Zoom会议等等 这些呢看起来还算是蛮有人的 这次川普呢 一共发行了四万五千个NFT 卡片上面呢 有四十五个不同的风格设计 你收集了四十五个NFT呢 就可以和川普有一次吃饭的机会 并且编号为四十五的NFT呢 有特殊的权益 甚至呢 这种NFT中出现了很多种四十五的字样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频繁的出现 四十五这个字样吗 我是华晓二 点赞关注 咱们一起长姿势